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接著我們來看看 第三節的部分 那麼第三節要談的是 在第一節裡面 在第一節裡面 這個所講到的的 那麼那裡講到十九世紀的幾個轉變 那麼這個前三個轉變都在第二節裡面談過了 那麼第四個轉變 它專門的一節來談 那麼也就是藝術媒介的問題 那麼這個藝術媒介的問題 也是當代美學的一個重要的轉變 這個轉變也就是說很少在什麼 空泛的或者是普遍的去談所有的藝術 因為我們現在會看到新的媒介出城推新 那麼不斷地冒出新的各種傳統的藝術範疇 所無法涵蓋的那些媒介 像我們說什麼行動藝術 這個包裹藝術 對不對 等等這些在傳統的觀點裡面 根本就沒有辦法把它放進到 它的哪一個範疇裡面去 那麼所以你要去講一個普遍的說藝術就是什麼 其實已經沒有什麼答案了 雖然我們還是看到當代還是有很多人在討論 特別是有關於分析哲學 分析美學的部分 那麼還是在試圖為藝術下新的定義 這是一方面 但在另一方面我們所看到的一個情況就是 事實上這個美學家現在更興趣的是 就各種具體的藝術的這個範疇 或者這裡所謂的媒介 個別的來談 那麼這樣的一種區分藝術 個別的不同的藝術的類型 這樣的一種想法 其實也是從這個Higer開始的 從Higer開始 從十九世紀開始的 那麼所以他在這裡面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就要談到的 就是關於這個所謂的藝術的特定的媒介 這樣的一種說法 那麼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 就是媒介這個字 那麼它一方面 這個它是一個拉丁文 所以它的這個名詞medium 然後它的複數是media 所以你在書裡面有時候你看到media的時候 那麼它是複數型的一個表達的方式 那麼還有就是medium這個字 一方面它指的是媒介 那麼這個媒介當然就是像是傳統的那些建築雕刻 繪畫、音樂、舞蹈、戲劇、詩等等 都可以是某一種的medium 可是在另一方面它又是 在我們現在的使用裡面 它又指的就是專指媒體 對不對 而所謂的媒體呢 現在常使用的媒體就是電影、電視 乃至於網路 這些都是這個媒體 那麼所以在我們這一節裡面 你要注意到就是它的那個使用 有時候它提到這是 就是講到這個當代 這個最重要的一種藝術的媒介是媒體 結果用的都是一樣的字 就是最重要的medium就是medium 你在說什麼 又這不是totology嗎 但事實上它說指的就是 這個電視、電影、網路這些東西 那麼如果媒體是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媒介 那麼從Hager的這個觀點來看的話 就是現代的藝術家他當他真的要去表現這個時代 也許最好的表現時代的東西 並不是在我們的繪畫、我們的雕刻 更不用說什麼在那個什麼書法啦 什麼國畫啦、那個陶器 那個是退休的人這個移情、養性用的 那麼而是當他能夠去顯示 我們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東西 恐怕都在這個譬如說YouTube 或者是在這個某些這個電影 或者是電視的這個節目裡面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轉變 一個很大的轉變 換句話說一個真正的藝術家 這個時候可能要什麼精通熟悉各種的媒體 那麼從那裡去尋找他這個創作的這個材料 這個恐怕是就是從這個所謂的這個medium的觀點來看 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好 我們來看看他所講的內容 就是Higer是怎麼講到這些不同的這個藝術的媒介的 就是建築、雕刻、繪畫、音樂、舞蹈、戲劇、詩等等 這些藝術不同的領域 或者有人稱之為叫做藝術的不同的範疇 但不管你用領域、範疇 就calculary等等這些字眼 那麼在Higer那裡 其實因為他一直都沒有一個 就是你要怎麼稱呼他 好像沒有一個共同的講法 那現在在我們書裡面 現在就用medium這個字 但我剛剛也講過了 就medium這個字跟其中的一個領域 叫做媒體這個領域又會什麼 又會這個重疊 所以事實上是很麻煩 那麼在Higer的美學的術語裡面 他則是把它稱之為叫做單一的藝術 那麼Eitner Kunst 我們如果翻譯成英文叫Single Art 所以當他講Single Art的時候 就是某一種藝術 某一種藝術可能指的就是雕刻 或者是指的是譬如說音樂等等 這個他稱之為叫Single Art 然後當他不用Single的時候就是Art 那麼就是一個普遍的廣義的這樣的一個Art 這是在Higer的這個美學那個書裡面 他的一個稱呼的方式 那麼所以到現在還其實沒有一個很好的 這個共同的這個名稱 那在我們書裡面就是稱之為叫媒介 那麼所以這個他就會稱之為叫做藝術的一種媒介 叫A medium of art 或者是像你在這一節的開頭 第二行看到的他叫做particular media 一個特殊的媒介 那麼指的就是某一種 某一種媒介 那麼在這裡我們看到他這一節一開頭他就提到 他說這個探討這個所謂的特殊的媒介 這個是19世紀美學的第四個這個新的觀念 那麼然後再來就是探討個別媒介 就越來越成為一個這個重要的課題 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 因為不同的媒介之間的那個差異是非常大的 事實上是非常大的 那麼所以用一種範稱的方式 其實常常都怎麼樣 都只能夠局限在某一些領域裡面 像很多人他想到藝術的時候 幾乎他想到的就是什麼 就是像是雕刻繪畫這樣的範圍 事實上他並沒有包含音樂 甚至舞蹈這些在內的 就是他想到的這個藝術 可能就是只有視覺的藝術 那麼在哲學史上我們會看到 這個不同的這個美學家 他們當他在構思所謂的藝術的時候 其實他們心裡所想的的 可能只是某一個某一方面的藝術 某一方面的藝術 那麼譬如說這個柏拉圖他所理解的 很可能比較是像雕刻繪畫這樣的藝術 而當亞里斯多德在談到他的時候 亞里斯多德想到的卻是詩 對不對 所以雖然他們同樣的去理解他是一種模仿 那柏拉圖的模仿就會是一種copy 對不對 只是一種把他原樣的搬過來這樣的一個情況 但是詩的模仿這顯然就困難得多 我的意思是說你要去做一個描述 描述某個場景然後把它模仿到你的詩來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當你用一種理論 這個理論跟你所設想的那個藝術的領域 那個藝術的範疇或者是藝術的媒介會有關係 那因為你是套在那一種媒介上面 結果你就會因此產生了這個褒貶不一的評價 褒貶不一的評價 因為在整個西方的這個美學的發展裡面 有一些藝術家他們的藝術的一個標準是音樂 而不是別的其他的東西 那麼這個一個很典型的就是什麼 像這個Adorno他所談的這個美學 他事實上是這個重點擺在音樂上面 那當然是因為他自己以前也學的就是作曲 然後後來這個才做這個哲學或社會學 這樣的一個理論的工作 所以他很熟悉的是這個音樂的這個領域 或者是像蘇本華 修彭豪爾 那麼他的這個 這個所理解的的藝術 其實也常常是擺在音樂裡面 擺在音樂裡面 那麼對於尼采爾而言 那麼他談到這個希臘的悲劇的時候 他認為希臘悲劇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也是音樂的精神 所以有些這個哲學家 我覺得特別是德國的哲學家 他們似乎特別重視的是這個音樂 就是作為他們的一個藝術的代表 那麼相對的這個法國的哲學家 我覺得就比較不一樣了 對他們來講這個美術 或者是所謂的視覺的藝術 似乎是比較重要的 那麼這個大概也多少可以看得出來 學藝術的人就跑到巴黎去 對不對 可是學音樂的人可能跑到維也納 對不對 或者跑到這個德國的什麼 因為很多這個重要的音樂家 都是這個德國的這個音樂家 我們一般談到的這個三個V 就是這個巴哈、貝多芬、布拉莫斯 都是德國的音樂家 對不對 所以不同的國家或者不同的民主 也許他們所偏重的也不一樣 那麼這些都顯示什麼 顯示從不同的 就是這個不同的媒介來看 事實上他們是有這樣的一個差別的 那麼這個是只是擺在不同的領域 不同的國家或者民主 那麼你如果從歷史的階段來看 也是如此 就是在歷史的發展的過程裡面 某些時代某一種藝術的類型是特別發展著的 而另外的一些藝術類型可能就不那麼重要 我不是說他沒有 就是說他可能不是那麼重要 那麼黑格爾的美學 事實上是這樣子來理解的 譬如說當他談到希臘的時候 那麼作為這個希臘美學 他的一個範本在他看來那是雕刻 雕刻在他看來是最主要的一個 希臘的一個代表 那麼相對的那些古老的民族 比如說埃及 或者是這個波斯 這個早期的 那麼他在他看來那是建築 而不是雕刻 那麼對他來講 這個當代的這個藝術 則是像是繪畫 音樂 詩等等這些 這些對黑格爾來講比較抽象的東西 為什麼他比較抽象呢 你其實可以了解到 建築雕刻都非常立體 對不對 事實上是不管看得到 而且也摸得到 就是他整個是立體的 繪畫看得到他摸不到了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抽象為平面了 即便在繪畫裡面呈顯了 他用這個透視法 呈顯了一個三度的空間 可是其實並沒有這個三度空間 對不對 其實是什麼 造成了你以為有一個三度的空間 在這個繪畫當中 所以你可以了解到 古典的繪畫在很多方面 其實還在模仿著雕刻或者是建築 所以他要製造出一個立體的場景出來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你可以說整個古典或者古典主義 基本上雕刻還是一個他的標準 那麼這個繪畫其實只是在模仿他 這點我覺得很典型的表現在 譬如說米開朗基羅對不對 那個當時的教宗逼迫米開朗基羅 這個畫這個西斯丁的禱拜堂 然後米開朗基羅非常不願意畫 為什麼 因為他把自己定義為是一個雕刻家 而不是一個畫家 所以他是不願意畫畫的 那麼即便他去畫 他也把他畫得像是一個雕刻一樣 如果你注意看米開朗基羅的這些壁畫 這個大型的壁畫 他其實是用雕刻的眼光 在看待繪畫 然後他很不願意繪畫 但是因為這個教皇 教皇是當時整個歐洲最有權力的人逼他 所以他很不得已的去從事這個油畫的工作 但是這個就完全不在他的理想的 這個藝術的這個範圍裡面 那麼在古典的時期幾乎當時的 就是所有的這些畫家 他們幾乎也都從事這個雕刻的工作 雕刻的工作 這是我們在古典 在文藝復興時期所看到的的一個情況 因為文藝復興時期是指主要的是什麼 回到希臘 這是當時的這個一個標語 Back to the origin 回到我們的根源 而他們所謂的根源就是跳過中世紀回到希臘 而希臘的一個標準或者準神就是這個雕刻 那麼繪畫的真正的獨立其實就是什麼 擺脫掉 我不再去把這個繪畫變成什麼 變成三度空階 甚至我必須什麼 利用繪畫本身的優勢 繪畫本身有什麼優勢 就是我繪畫並不需要一定要什麼 產生形體 對不對 雕刻一定要有形體 對不對 雕刻不可能什麼無形無相 繪畫可以 對不對 繪畫可以什麼 純粹的就是用顏色光影 而不需要重視那個什麼輪廓 不需要重視樹苗 那麼它可以什麼 製成一格 而它所製成的那一格卻是什麼 雕刻完全沒有辦法做到的 這就是繪畫它之所以比起前面的建築雕刻要來的更抽象的一面 那麼對黑格來講 它的時代 就是這個已經是所謂的繪畫音樂跟這個詩 這個居於主流的一個情形 換句話說古典的那種時期 其實已經這個過去了 那不只是 對它來講 不只是繪畫音樂師取代了這些古典的 或者更早的象徵的藝術 而且他們也更進一步的 事實上也走到了他們的盡頭了 也就是說繪畫跟音樂師 在他們的這種媒介上的使用 其實已經用到 也用到差不多了 對黑格來講 那麼這個就是它所謂的這個 藝術終結的一個想法 藝術終結的想法 好 那麼這個我們回到這個書上面來看 那麼他提到了說 在這一節的第三項 It was Hegel who gave this idea its most powerful articulation 就給他一個最有利的一個表達 When he say the history of art or the history in which certain media are favoured at certain moments in history 這是黑格的觀點 對 他其實是把它擺到歷史裡面去的 就是在歷史的某一個階段 某一種或者某些種的媒介 被什麼 被當時的人 那個時期的人所喜愛 就是大家 這個大量的藝術家 都表現在這些媒介上面 然後呢 這個一般的群眾 他們也都什麼 觀賞的是這樣的一個媒介 那麼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麼各位可以回到我們的這個時代來 我意思說 所以我們這個時代 當然媒體是主要是媒介 為什麼 因為你們這一代的年輕人 對不對 就是網路的世代 那麼這個網路的世代 看最多的絕對不是什麼 你不要告訴我 你不用騙我說 其實我看最多的是這個歷史博物館 還是什麼故宮博物院 我才不相信 你看最多的是網路啦 那麼當所有的人看最多的是在那裡 而且當這個社會最精英的人才 也把自己就是表現在那裡了 那麼你剛才可以理解說 這個媒介當然就什麼 成為這個時代的代表 對不對 而當另外的一些媒介 他們可能在過去是很重要的 譬如說古代的文人的表現 可是到了這個時代變成什麼 變成那些退休的人移情養性的功用 他根本什麼 跟這個時代是脫節的 對不對 他只是什麼 在那邊寫幾個書法 或者什麼 怎麼樣 當他只是要表現這樣的東西 只是呈現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那麼他當然什麼 已經跟時代跟歷史已經分離了 已經分割了 這個是這個Higer 他之所以會把這個 所謂的不同的媒介跟這個歷史的階段 做結合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那麼下面他就是做了一個簡單的說明 他說This is because they are paradimatically able to formalize the cultural aspiration 還是回到我們前面那一節所提到的的 那個表現理論裡面 那個文化的想望 那麼他能夠把這個文化的想望給什麼 形塑出來 形塑出來 which is a relevant moment in time one expression 因為他們必須要被表達出來 必須要被這個表現出來 被表現出來 所以在這裡面你可以看到 在這句話裡面他說This is because they 這個 they 指的是什麼 media 對不對 就是這些media 他們能夠去 formalize the cultural aspiration 我把這幾個字眼 這個用紅色的部分給標述出來 這個文化的想望必須被formalize formalize 這個字從form來 所以form就是什麼形式 因為如果他只是一種想望 他沒有賦予他形式 他就什麼沒有辦法出現 成為一個藝術作品 所以他必須被formalize 然後變成一個我們所可以看到的東西 變成一個我們所看到的東西 那麼再藉由這樣的一個方式 這個aspiration才得到了expiration 這個是黑格爾的一個觀點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觀點裡面 那麼黑格爾談到了五種的這個 如果我們現在用就是五種media 五種的媒介 那麼這五種媒介就是建築 雕刻 繪畫 音樂跟詩 你說黑格爾談得不夠多 適量是 但是最重要的其實是 他把這種媒介的觀點這個提出來了 那麼因為我那個台大哲學系 以前有一篇碩士論文就是寫黑格爾美學 我記得他裡面有一個批評 就是黑格爾為什麼都沒有提到舞蹈呢 我最喜歡舞蹈了 我心裡想說你最喜歡舞蹈 你幹嘛寫黑格爾美學 因為他裡面沒有提到舞蹈 這個因為你如果要把所有的藝術類型 都放進去太多了 對 黑格爾其實是什麼 有點大而化之的 就是用一種藝術類型 這種藝術類型在他看來是 這個時代 這個文化 這個社會裡面 最多的這個精英表現在他上面 然後他就用這個來談這個時代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用建築來談屬於象徵的藝術的形式 那麼這個屬於象徵的藝術形式 在他看來在希臘之前 包括波斯 印度 埃及 以及這個猶太的國家 都是用建築的一種方式在表現的 你比如說現在埃及的 你一定馬上想到什麼金字塔 對不對 金字塔是一個建築 是一種建築 那麼當然埃及他一定也什麼 還留下可能也有什麼陶器 也有一些雕刻 或者什麼 但是黑格爾認為不足以 代表整個當時埃及的文明 埃及的文明最重要的的 還是他的這個建築的形式 所以古代有什麼七大建築 對不對 什麼建築之類的 那麼當時最能夠表現他的的是建築 那麼第二個則是雕刻 那麼雕刻在黑格爾看來是屬於古典的藝術形式 那麼他的一個表現就在這個希臘 以及後來的這個羅馬 就是那個雕像 那麼事實上你如果從雕刻 把這個雕刻跟譬如說前面那個象徵的藝術形式的 他們 我說他們也有雕刻 可是你如果看他們的雕刻的比較 你就發現他們的差別很大 對不對 你看埃及的那個法老王的雕刻 你看過吧 對不對 法老是什麼 是國王 對不對 可是那個國王站起來是理正的 對不對 看起來就是什麼 一點也沒像國王 還比較像部下 對不對 因為還要站得直挺挺的 而且這個法老王的雕刻只有兩個面向 一個就是什麼 正面 一個是側面 他沒有辦法做出那個什麼四分之三轉身 那種像莫拉莉莎那樣子的 那樣的一個半側面的一種表達方式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的很多東西還被這種幾何的概念 這個掌握 所以他可以建築 他可以做得很好 對不對 他的金字塔可以算得非常的精細 可是做雕塑那樣的一種有機的人體的 有弧度的那種人形 這個對於埃及人來講 還相當沒有辦法做得到 還沒有辦法做不到 可是到了希臘 你看到的情況就不一樣了 對 你如果去看希臘的雕刻 即便是柱子 那個希臘的雕刻固然的 他們的柱子有什麼Doric的柱子 Ionic的柱子 他們有一種柱子叫做女巷柱 就是什麼 雕刻一個少女 對不對 這個少女其實上面什麼 是接著那個屋頂的 它其實是一根柱子 可是你去看那個 在雅典的這個Paternum Paternum 那個整個遺跡裡面 那個少女柱 你看那個少女 她不是國王 對不對 她只是個少女 可是她站起來是多麼的優雅 然後多麼的悠閒 她站三七步 對不對 然後這個什麼 她的整個衣服的裙折 是非常自然的下垂的 然後她完全不是李正 所以你會覺得她的這個 就是這個樣的一個柱子 你覺得這個少女站在那裡 你覺得她再站個幾千年也不會太累 對不對 但是那個埃及的那個法老王站在那裡就覺得 你不累嗎 你要不要坐下來 看起來就很辛苦的樣子 那麼相反的這個埃及的雕刻 已經到了非常鹹熟的一個地步了 所以他們的這個雕刻有非常好的作品 在這個巴黎的羅浮宮裡面 我們說羅浮宮這個正宫三寶 對不對 那麼其實在這個正宫三寶裡面 這個只有一寶是繪畫 另外兩個寶貝都是什麼 都是希臘的雕刻 對不對 就是什麼 米羅的維納斯 對不對 還有這個聖律女神像等等 這個其實都是這個當時的雕刻的作品 那麼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時代 這些就是人的文明發展到不同的階段 他所顯熟的 表現得最好的的 會產生改變 那麼到了這個後面 這個浪漫的藝術形式 他就走向的抽象 我剛剛已經提到了繪畫了 對不對 那音樂也許是某種程度上 比繪畫還要更加的抽象 因為它成為是一種聲音音符的一種表達方式 而詩呢 可能還更加的抽象 至少在黑格爾的這個美學裡面 他們的一個進展是越來的越抽象 因為詩 譬如說如果你是用朗誦的 它並不是在你朗誦的那個聲音 也不是 譬如說如果你是讀一個詩 它並不是在你所讀的那個文字 所以讀一首詩 你不是什麼 瞪著那個文字看 你說因為我看不懂這首詩 所以我就什麼 就瞪著它看久一點 你瞪著它看久一點 你也不會讀得懂的 因為詩事實上是透過這些文字的意義 所呈現出來的意境 那麼如果你把握不出這個意境來 那事實上你不能夠什麼 執著在這個文字上面 當你一直在看那個文字 你其實變成在看書法 對不對 或者你是看那個印刷的字體而已 同樣的 你如果什麼 聽不懂 所以你就什麼 一直聽那個聲音 你其實在乎的是什麼 是聲音 而不是什麼 那個所唸出來的 那個詩句裡面的意涵 所形成的一個詩的意境 這個事實上才是詩所要表達的 所以在某個程度上來說 在黑格爾的這五種的藝術裡面 你可以看到它越來越走向抽象 而且對於黑格爾來講詩已經是最後的 因為對黑格爾說再抽象下去就變哲學了 哲學就是什麼 就是已經完全擺脫掉這些物質性 他說詩還停留著這些物質性 在他們的什麼呢 在他們的異陽遁挫 就像音樂的那樣的一種感受 或者是在他們的什麼 憑著他們的押韻 這些其實在音樂裡面 有些也都是這個看得到 那麼一旦把這些東西通通都拿掉了之後 它就剩下意義 而意義正是哲學所要表達的東西 那麼他認為他的時代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藝術終結 就是他的時代事實上是什麼 藝術之所以已經終結 就在於說因為這些表達 這個意義變得越來越重要 那個有關於他的那個型態的部分 就越來越不被重視 這是藝術之所以走向終結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所以在我們當代的這個藝術裡面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藝術家 他其實現在重點都擺在什麼 我們說文化創意產業的創意 而這個創意有時候其實只是個idea而已 對不對 那麼在這個意義上來說 你可以說因此藝術變成了哲學了 或者你不要講所有的哲學的話 藝術變成了美學了 就是是一個藝術家他其實基本上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美學家 也就是說他必須要想出點子 他必須要有創意 他必須要產生這樣的一種觀念 那麼在這個情況下 你跟哲學家有什麼不同 如果搞點子 搞說法 搞出這種觀念性的東西 這不就是哲學家在做的事情嗎 這個是所謂的這個藝術終結 所以藝術其實並沒有結束 但是藝術會跟哲學越來越結合在一起 這是所謂的藝術終結理論裡面的一個想法 在我們的書裡面 因為我在這個投影片裡面 提到這個五種單一的藝術 那麼這個在我們的書裡面 其實只有提到三種 他提建築雕刻 然後就直接跳到詩了 那麼事實上就是對於這個後面的部分 這個Hager用更大的篇幅來談 就是包括了繪畫 音樂以及這個詩 所以《浪漫的藝術形式》 因此就有了這三種不同的形式 那麼當然詩在這裡面是最後發展的部分 那我們的書裡面就直接的 雕刻之後就直接跳到這個詩來了 那麼他在談到這個詩的這個部分 就是或者是這個所謂的浪漫的藝術形式的部分 在這一段的倒數第二四 第五行 倒數第五行 他說for the romantics it is poetry and so on until the end of art 他說是詩以及其他等等 那麼他什麼 直到了這個藝術的盡頭 那麼這個藝術的盡頭後面有一個子句 這個子句就是我剛剛所講到的這個所謂的藝術終結 這樣的一個想法 這個藝術終結的這個想法 那麼這個終結的想法是現在當代的美學裡面 很夯的一個課題 所以稍微提一下 那我們書裡面其實他只有用這個子句把他帶過去 所以那是一個滿長的子句 那我把這個子句給寫在投影片上面 他說which ends 他結束 這個which指的是這個藝術 藝術呢他結束在哪裡呢 結束在黑格爾自己的時代 which ends in Hegel's own time so he says because art is given the complexity of modern life 就是因為呢現代世界 現代生活的複雜性 那麼藝術已經怎麼樣 art is unable to express deepest aspiration anymore 藝術已經無法能夠這個表現 那個人的那種最深的理想了 他說這個跟事實上是跟什麼 這個時代是有關聯的 所以即便是藝術終結的想法 那麼都還是跟我們前面所提到的那個 這個表現 社會表現的那個理論 是這個結合在一起的 這個結合在一起的 那當然 黑格爾的這個有關於這個藝術終結的想法 我說現在很夯就是什麼 引起了非常多的討論 引起非常多的討論 那麼甚至也有很多的人不以為然 這些人不見得是美學家 甚至有些是藝術家對不對 那藝術家一聽什麼藝術終結了 那我以後還要幹嘛 對不對 那麼所以會有很多不同的觀點 那麼在這一段的最後一句話 他提到說 As we shall see in the next chapter 就是在下一章的部分 the avant-garde the avant-garde 指的就是前衛的藝術家 這個前衛的藝術家怎麼樣 would have a bone to pick with this view 所以對於這個觀點 他有骨頭要挑 雞蛋裡挑骨頭 也就是說他們對這個說法是不滿意的 因為在他們看來 現在前衛的藝術就是什麼 表現這個時代最好的東西 誰說這個藝術已經終結 以及等等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種想法 所以他會對Higer的這個想法提出批評 那麼在這裡就是有關於這個Higer的這個說法 事實上是有一些不同的討論的 就不見得只是藝術終結這件事情 那麼一個問題就是 也就是這個下面這一段 八七頁下面這一段所要說的 就是Higer美學是不是有一種 好像也是一種藝術的階級的觀念 hierarchy 這樣的一個觀念在 這個是他在這裡面所要討論的 那麼也是在一般對Higer的這個藝術 提出批評裡面 這個會談到的 八十七頁的下面這段第二行 each age shares a single aspiration 就是Higer 仿佛認為什麼 每一個這個階段 每一個時代都有一種 他的某種的 aspiration 某一種想望 which particular kind of kinds of art uniquely are able to express 然後這樣的一種 aspiration 是就是當剛好有這個某一種 獨特的這個藝術的種類 可以去表現它 那麼hence there predominance at that time 因而這樣的一種藝術的媒介 就什麼 就宰治的那個時代 就好像什麼 在整個地球的歷史上 對不對 某一段時間是誰在宰治地球 恐龍 對不對 然後到現在變成人 就像那樣子 那Higer那種講法好像什麼 也是這樣 在藝術的這個過程當中 就說恐龍時代即便有原始的人類 那個也不是占宰治的一方 對不對 所以永遠都什麼 有一個宰治的一方 那麼這個似乎什麼 呈現了一種藝術的階級 或者是藝術的這個階層 這樣的一個觀念 好像什麼 有些藝術最重要 另外一些藝術只是次要 以及等等這樣的一種觀點 那麼有些人對這一點是非常不滿意的 那麼因此會提出這樣的一個批評來 那麼這個批評 具體的 就是如果要找一個句子來代表的話 那麼大概就是87頁 這個下面這一段的第八行 第八行 他說 There the claim has been that 那麼他說那個說法是這樣的 就是 Hierarchy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那個階層或階級 is a mask of power 他說提出這種階層 這樣的一種想法 其實是什麼 是一種權力的面具 一種權力的面具 那麼這種權力的面具 的想法是什麼 是一個手段 a means of crushing human difference 是想要什麼 摧毀掉人類的差異 by setting forth certain cultural prototypes the lives as dominant others as insignificant significant 就是把某些 所以把文化的某一些形態 認為他們是什麼 佔著支配地位的 而另外的一些形態則是不重要的 那麼這個不是什麼 就是強其弱 對不對 結果變成什麼 有一些是弱勢的藝術 有一些是什麼 強勢的藝術 然後把這些強勢的藝術 說成是什麼 那個這個cultural prototype 就是這種文化的一個基本的形態 然後其他人說那個不重要 那個不要緊 那麼事實上在這裡面有一個 這個對於弱勢的藝術的一個欺凌 這個是對於黑格爾的這個觀點的一個批評 那麼他這種觀點事實上就是主張一種多元論 或者是一種這個文化的差異性 換句話說在一個社會文化裡面 應該有各式各樣的不同的藝術 不能夠說哪一種藝術比較重要 哪一種藝術比較不重要 但是你一旦說這個時代代表的是什麼藝術 你就是把它塗出來認為它這是最重要的 那其他的藝術就變成是次藥的 就變你什麼擺到一邊去了 就變你擺到一邊去了 事實上這裡面是就是某種這種權力的一個觀點 在後面這個作祟 這個是對於黑格爾這個會提出來的一個批評 會提出來的一個批評 那麼這個批評 那個你大概了解是這樣的一個批評就好了 但是黑格爾他在87月下面這段開始 他似乎為這個藝術媒介論做了一點緩加 就是他說不管怎麼樣 就是黑格爾這個說法 他意思是說還是有某些道理 他說很簡單嘛 就好像你在寫中國文學史的時候 你還是要寫唐詩、宋詞、緣曲、明清小說 你還是什麼以某一種的類型作為最主要的 那你是不是說你這個不行 你這個是這個什麼媒介霸權 對不對 所以唐朝就不要談詩 我們偏偏要什麼唐這個唐朝的詞或者是曲 唐朝根本沒有曲 對 那是比其他的可能有一些戲曲 可是不是那種圓曲 那麼就變成非得也要那樣談才什麼 才沒有藝術霸權 Helby意思是說不管怎麼樣 他說在這樣的一個說法裡面 事實上我們實際上在操作的時候 你當然會找一個什麼 這個最主要有代表性的來談 那當然你可以什麼 就是如果你還有多餘的空間 那談到其他的藝術的類型 對不對 那麼所以他說 Neverly say something to the idea that at certain time, certain media do dominate 他說的確某一種媒介在 某一些媒介在某些時代裡面 他們的確是什麼 是成為那個時代 這個最主要的一個情形 而且如果我們接受這一點 我們就可以什麼 進一步的去探討 為什麼這個時代喜歡使用這樣的一種媒介 那麼這個事實上在這裡面可以 就是這樣的一個探討 可以得出很多進一步的深入的研究出來 深入的研究出來 那麼他自己就舉了一個例子 他說在87月這個下面這段的第二行 他說today the media OK 這裡那個the media這個字 指的就是媒體了 所以他刮虎說film television 就是像電影或者是電視 那麼到了那個88月的第二行 你可以看到他那個88月第二行 with the media 然後他刮虎說an internet 他又把那個網路也加上去 那麼這裡他說指的都是這個媒體 他說今天這個所謂的媒體 art probably the central art form 他說媒體大概是主要的藝術的形式 對 這裡他為了區別 所以他沒有用這個art the central media 因為如果這樣的話就很奇怪 所以他用art probably the central art form 是中心的一種藝術的形式 他說今天我們這個時代 這個媒體是中心的藝術形式 然後這個情形就好像他說舉一個例子來做對比 in the German and Austrian wars 這個德國與奧地利 其實就德語區 對不對 德澳都是講德語的 他說在德國跟奧地利的世界 of the 19th century 那個19世紀就是什麼黑格爾的時代 也就是什麼貝多芬的時代 這個黑格爾跟貝多芬都生於1770年 他們兩個是童年的人 那麼這個of the 19th century 他說concert music and literature will perhaps central 他說那個時候這個音樂 這個concert 這個演奏廳 音樂還有文學 他說也許就是當時的一個中心 可是今天則是media 這是一個很大的對比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在去聽 說有一個人在那邊聽貝多芬說 你在聽古典音樂 就是什麼 就顯得很稀罕 對不對 並不是什麼 每個人都在聽貝多芬的 對不對 並不是每個人都在聽貝多芬的 可是你大概不會說 你在看網路 這沒什麼特別的吧 對不對 誰都在看網路 所以這個事實上是什麼 顯示了這個時代 他所流行的東西跟以前已經是不一樣的 這是一個顯然的一個對比 那麼他在這個德奧地區 他提到說19世紀 這個concert music and literature 另外一個就是文學 因為黑格爾跟貝多芬的十大 就是三個生於1770年的人 黑格爾 貝多芬 另外一個叫詩人赫德琳 赫德琳 然後而且他也是黑格爾大學的同學 大學的同學 那麼還有就是當時很有名的 像戈德還有席勒 這些都是19世紀德國的文學家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時期的那個具有代表性的這個人 當然都是什麼 就是音樂 文學 事實上就是黑格爾在講浪漫的藝術類型的那個 詩還有這個音樂 其實還有繪畫 對不對 可是比起法國來 德國的這個繪畫 就不像這個法國的畫家那麼的有名 這個也是我們必須要承認的 所以他談到這個德奧地區 那麼主要的就是這個音樂跟文學 然後他就問到為什麼呢 對 我們就可以去問為什麼 就為什麼那時候是這個 是音樂 文學這些東西 而到了我們當代 卻音樂跟文學 其實就已經不是最主要的一個表現的方式 為什麼呢 But why 那麼下面他就說了 Because these media have uniquely the power of their times the shared desires a culture holds there or a razor for reasons of economic system and sociological organization because money is poured into them for all manner of reasons and they are favored as sites of circulation 這是第二個理由 就是什麼 因為最大的投資 其實都投資到那邊去 對不對 你身上這個最貴的財產 大概就是你的什麼iPhone 或者是什麼電腦之類的 對不對 最貴 最大的投資 其實是投資在那上面的 那麼人 更多的錢是在那上面的 這就顯示什麼 這個東西事實上是被favor 被眷顧 被喜歡的 那麼這是第二個理由 第三個理由 With the media 在八十八月第二行 With the media and internet This is obvious Their technologies have an expensive range unequaled by any other 他說在我們現在 你可以看到就是網路 他實在是有很多其他藝術類型 根本就有什麼 遠遠的不及他 不及這個媒體 做不到像媒體所能夠做到的那樣 譬如說電影裡面阿凡達 對不對 那種科技什麼的 那個哪一種藝術類型能夠做到那樣 對不對 雕刻能夠嗎 建築能夠嗎 或者什麼東西能夠嗎 那種就是人所幻想的東西幾乎什麼 就是靠著這個媒體似乎什麼 完全可以實現 就是你那個做白日夢的東西 好像只有電影是可以把它這樣子的 這個表現出來 表現出來 所以他在這裡面他提到了幾個理由 對不對 我把它歸類為 第一個是文化心理的原因 第二個是經濟社會的原因 以及第三個是技術的原因 就是當代最主要的藝術媒介是媒體 那麼原因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因為他掌握了時代的脈動 跟文化的欲求 那麼第二個是金錢主要投入了這個媒介 而且成為一個社會流通的場域 這個意思也就是說 一方面很多的投資是擺在那上面的 所以好萊塢的工業對不對 那個投入的金錢不得了得多 可是當這個電影大家都看的時候 那個收入也大得多對不對 你試試看繪畫有沒有辦法做到這樣 非常難對不對 現在最貴的畫絕對不是現代人畫的 而是可能是什麼 印象派時期某個有名的畫家的作品 在蘇富比的拍賣的時候他才會可能會貴 那如果你說畫 你說我畫的是我們這個時代的 絕對比以前的那個老古董好對不對 但是大概也賣不了多少錢 賣不了多少錢 所以金錢是大量的投入在這上面的 而且成為社會流通的場域 就是每個人都在談的 一部電影是大家都在看 所以大家都可以談對不對 但是你說我不要談電影對不對 我的品味高我專門談古典音樂 那可能什麼 只有這個台大的那個古典音樂社的人在談 而不是所有的人都在談對不對 那麼他並不是一個什麼 完全的流通的場域 這是第二個觀點所要說的 那麼第三個觀點就是技術的原因 就是媒體的技術所涵蓋的範圍 不是其他媒介所能達到的 所以當一個藝術家 角色他又能畫又能唱又能什麼 那麼當他想要去表現他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什麼東西最能夠表現你的fantasy 你的幻想 你發現電影是最能夠的 這個時候他什麼就放棄了 我不要去作曲了 我不要去畫畫了 我要去當導演 因為導演最能夠把我想要表現的東西 最好的能夠表現出來 那麼當他的技術是什麼 就是達到這麼高的一個範圍 那當然的這個更除了剛剛我們說的 那個金錢的投入或者什麼之外 那麼甚至所有的人才也都湧到那邊去了 也都湧到那邊去了 那麼這些都可能是其中的部分的原因 其中的部分的原因 所以如果你要解這一點就不覺得奇怪 為什麼因為在我的時代 我說我的時代意思是說 我的年輕的時候 我大學的時候對不對 那時候出版業非常的盛行 為什麼 文學 閃文 小說 詩對不對 這個大家拼命寫 我們還有很多同學立志當詩人的 對不對 你們這個時代我猜 大概不會有人立志當詩人了 因為你幾乎找不到什麼讀者 第一個就是說有人讀 你也是什麼 拜託 讀一讀我的詩 絕對不是什麼 我賣你 我的詩集 這個一本詩集能夠賣到100本 這個我佩服你 我買另外100本 可能性非常的小 對不對 那通常是你拜託人家買 不是人家樂意掏錢買 可是人家很樂意掏錢去看一部電影 對不對 你說我詩集我賣個100塊 算了 這個100塊我再湊個200 我300塊去看電影算了 幹嘛讀你的詩 對不對 這個是什麼 你可以看到整個型態 事實上是在產生這樣的一個變化 在產生這樣的一個變化 那麼這個是他在這裡面所要說的 那至於他的原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向的討論 那麼這些不同的討論可能是社會學家 文化學家 心理學家或者什麼去探討 但是哲學他站在這樣的一個脈絡裡面 尤其是美學的這個學者 他要看的就是什麼 什麼東西成為跟這個社會歷史的一個代表 這個是他在這裡面所要說的 他這樣所要說的 那麼他說到這個 他又回到19世紀的德國 在88 頁的第三行 It was also true of print circulation in Germany and the performance of music in the home church school cancer hall 那麼他說在那個德國那時候什麼 就是印刷的流通 非常的什麼 就是在19世紀的時候印刷流通非常非常的這個 就是投注了很多的金錢人才或者什麼 另外一方面就是什麼 有關於音樂的表演 就是到處都是 你現在到德國去也一樣的 就每個城市 每個比較像樣的城市 大概都有一個這個音樂廳 我在柏林是好幾個音樂廳 還不自私一個 而且他們有很多的表演都還是戶外的等等 可是不能不承認的就是 那樣的一個時代也逐漸過去了 對不對 德國的年輕人其實也是開始上網了 那麼很多很好的音樂的表演 很可能變成什麼 你從電視上看得到 你在那個現場那個街頭表演的那個是什麼 投個潛意識一式的 那個並不是最好的表演 常常都不是 OK 大致上 這個大概就是他在這裡面 有關於藝術的媒介所要說的 這些都讓我們看到一個新的觀點 而在這個新的觀點裡面我們理解到 所以當你要來討論這些東西的時候 如果你還什麼就執著著 我要討論一個普遍的藝術 或者你還執著著就是什麼 藝術就是什麼 這個傳統的這些什麼建築雕刻繪畫 那事實上你是太過時了 對 你已經看不到什麼 我們所處的現在的這個時代 其實他的那個媒介已經轉變了 已經轉變了 這個是他在這裡面所要表達的 那麼從這個88頁的第五行開始 他提出了一個觀點 這個觀點就是要講的 就是所謂的favored media 就是某個時代的人所喜歡的那個媒介 以及所謂的social aspiration 這是我們在前面談到藝術表現的時候 那麼很重要的就是什麼 整個社會這個共同的人 人群裡面的一種嚮望 他說也許我們應該理解的是 他們之間並不是什麼 並不是由A推論出B這樣的關係來 而是一個辯證的關係 換句話說並不是什麼 這個是因 那個就是果 然後或者說這個是果 那個是因 而可能是什麼 互為因果的 可能是互為因果的 那麼這個這樣的一種辯證關係 他是這樣的來表達的 這個就是這個剛剛說的88頁的第五行 他說Better to conce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vor media and social aspiration as dialectical 然後他接著就說 These media are to a degree favored because they express what a society wish for 對不對 就是社會想要的東西 是因為這些媒介能夠被很好的表達 所以大家選了這樣的一個媒介 他說可是從另一方面看 又可以什麼 反過來把媒介當成是一個原因 他說but they also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shaping the way that society conceives of its aspiration which is why they are favored 就是為什麼他們會被喜歡 是因為事實上 就是這些媒介在形塑著 這整個社會的那個想望 那個社會的一個理想的追求 或者什麼東西 比如說我透過媒體 我才能夠什麼 表達我的吶喊或者我的什麼 如果我是透過媒體我才能夠表達 那我就為什麼 我就會以媒體作為我的中心 我就不會再顧慮到其他的 我認為表達不了我的心聲的那些東西 對不對 那麼所以人自然會在那邊選 哪樣的一種媒介 媒介是能夠表現他的 而且事實上很多的想望很可能是在這個媒介裡面形成的 我的意思是說 為什麼這群人會形成這樣的一個想望 因為透過譬如說現代就是媒這個網路對不對 我其實就是在這個網路裡面 我才形成這樣的想望的 所以我的這個想望根本就脫離不開這個媒體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這樣的一種辯證關係就是一種水幫與雨幫水的關係 就不是說因為有這個才有那個 而相反的也是因為有那個才有這個 這樣的一種因果的這個情況 就是在這裡面很難去說何者為因何者為果 那麼下面的這句話 他其實也是表達相同的這個想法 在這個接著來的那個驚嘆號之後 他說It is not simply that the media express our aspiration better than the other forms of our today 就是他講的就是什麼 就是不是媒體比起其他的藝術形式更好的表達我們的想望 或者說不只是因為這樣子 不只是not simply對不對 而是怎樣呢 It is also that our aspirations are themselves formed by their mechanisms of their representation 他說另一方面是我們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想望 根本就是這個媒體因為使用了這個媒體 所以塑造出我們這樣的想望出來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the favor media form the way we think about our future 就是這個我們所喜歡的的這個媒介 是他形塑了我們對我們未來的一個這個思考的方式 那麼在這個情況下我根本就不可能脫離這個媒體 這個是他在這裡面所描述的的這個社會的想望 跟這個使用什麼樣的媒體之間的一個辯證的關係 那麼他整個事實上是在說明這兩者 那麼簡單的如果要很簡單的說就是他們是互為因果的 他要講的就是這樣 用中文很簡單的說的話 這個這兩者即使是互為因果的 因為正是這樣的一個媒介形塑了我們的aspiration 那麼或者在另一方面說是 因為我要表達這樣的aspiration 所以我選擇了這樣的一種媒介 但是事實上彼此之間有一個相生相成這樣的一個關係在 這樣的一個關係在 這個是八十八頁上面這段 那個下半段的部分他所談的的一個想法 那你理解到這個想法就夠了 好 那麼然後在八十八頁的接著 這個下面這一段 那麼他這個進一步的這個支持藝術媒結論 所以看起來他雖然也這個引導了 就介紹了這個對於黑格爾這個藝術媒結論的一個批評 但是顯然的我們可以看到這本書的作者 他覺得黑格爾藝術媒結論是有道理的 所以事實上他幾乎就用很大的一部分 用藝術媒結論來解釋這個當代的社會的現象 或者藝術的現象 那麼我們會看到在下面這一段的一開始 他說 There are in fact many reasons find Hegel's concept of a medium is indispensable for modern thinking about art 那麼他這裡要說的就是說有很多的理由 為什麼黑格爾這個媒介這樣的一個概念 在我們當代對於這個藝術的思考是不可或缺的 是你一定要用到的 因為很多的現象大概只能用這樣的方式來解釋 才解釋得通 才解釋得通 那麼他說one is this 他說其中的一個理由 因為他說有many reasons 上一句對不對 那現在他說至少其中一個理由是這樣的 什麼呢 knowing about an art through its history and its contemporary projects is knowing wha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in it or impossible and conversely what comes naturally compares to others 他說當我們接受這個媒介理論的一個說法的時候 那麼我們就可以來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在一個在歷史的 藝術歷史的一個發展的過程裡面 某一種藝術它占了一個主要的地位 占了翱頭 那麼我們就可以理解到是這種媒介 然後你好好去理解這種媒介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每一個媒介 媒介其實是一個管道 對不對 媒介是一個管道 是我要表現它所呈現出來的管道 每一個媒介都有它的優點跟缺點 都有它的長處跟它所不及的地方 因而呢 如果你很好好的掌握媒介 你就可以了解到這個時代 他們有關於表現什麼東西是有困難的 因為它的這個媒介沒辦法表現這個東西 相反的 另外那個時代 他們呢 表現這個東西是非常自然的 對不對 它那個後面它說 and conversely what comes naturally 它是很自然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媒介就特別適合表現這種東西 所以它來表現它那是這個什麼 這個水到渠成這樣的一個事情 相反的你會發現到 因為這個時代它主要的是透過這種媒介 所以當它要去表現某些東西的時候 它沒有辦法很好的去表達它 它沒有辦法去表達它 那麼這個當然就什麼 就牽涉到對於一種媒介的一個深入的研究 我的意思也就是說 藝術它既然它是透過一個外在感光 可以看可以聽的東西 那麼這個可以看可以聽的東西是什麼 是哪一類 那麼它就會有什麼 有它的優點 也會有它的缺點 也就是說它有它善於表現的那一方面 也有它很難去表現的那一方面 所以透過對於一個媒介好的掌握 你因此而什麼 可以更好的去了解到 這個時代在某些方面它是被壓抑的 因為它們表現不出來 它們表現不出來 在另一方面它們則是在另一方面的一種表現 很容易就呈現出來 對不對 在我們現在這個網路的時代對不對 當你要什麼 這個譬如說你要罵一個什麼人對不對 那麼很快的就可以這個形成很強大的效果 或者你想要討罵你也可能很快 兩三下你就人家就開始對你人肉搜索 或者什麼諸如此類的對不對 那麼你可以理解到 這種情況在另外的一個時代是沒有辦法想像的 在另外的別的時代是沒有辦法想像的 而這些都牽涉到什麼 這樣的一個藝術的形式 也就是這個媒介他本身對他的理解跟掌握 這個藝術家本身也許他自己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他沒有想那麼多 可是作為一個反思的這個哲學家 或者一個美學的學者 他必須要去考慮這些東西 然後他才什麼 他才能夠了解到在這裡面有些什麼樣的問題 以及有些什麼樣的這個長處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這一段的那個下面 他就談到了這些各種不同的媒介 他的一個特殊性 這個各種媒介的各種不同的特殊性 那麼在這裡面他舉了幾個不同的例子 那麼第一個例子就是有關於攝影跟繪畫 你可以看到印象派什麼時候出現 就是攝影開始出現的時候 這個時候也是什麼 這個整個繪畫產生很大的轉變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如果畫就是要畫得像 你怎麼趕得上攝影 對不對 顯然的這個繪畫一定要什麼 去進行別的東西了 所以你要瞭解到如果你專門做一個 譬如說你做某種媒介的一個研究 那麼你就可以了解到繪畫一開始的時候是什麼 是被雕刻帶著 它什麼東西都要表現立體 那麼所以透視法 這個遠近法 這個表現一個空間 這個幾乎是什麼 學繪畫的人 幾乎 我說的是西方 不是不含東方 是幾乎是一個西方繪畫 那個你所要去做的訓練 然後等到他從雕刻那邊擺脫了之後 攝影出現了 所以他現在又要什麼 又要去尋找一條路 就是有什麼東西這個是攝影做不到 我繪畫可以做得到的 對不對 那麼開始走進什麼 開始走進一些抽象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你的攝影再怎麼樣拍 你也不可能拍多麼抽象 對不對 除非你弄得什麼 就弄得模糊不清 但是也只是模糊不清 繪畫可以什麼 就是刻意地去製造出某種抽象的 這樣的一種效果出來 那麼他在這裡面所舉的例子 就是攝影跟這個繪畫的一個例子 在這個88頁下面這段的第2、4、6、8 第8行 第8行 他說any photographer 任何一個攝影家 with a digital camera 如果他只要帶著一個數位相機 that works 現在連數位相機都不用了 對不對 你帶著你的這個手機就可以了 那麼and glasses on the correct for the total myopia can take a picture of a crowded subway 這個是他所舉的例子 對不對 這是一個什麼 這個捷運站 擁擠的捷運站 你會照一張擁擠的捷運站 you would take the most accomplished painter to paint 他說如果這叫一個畫家來畫 他畫死了 因為擁擠的捷運站 你要畫多少人 對不對 他說那個可能需要一個畫家畫好久的一段時間 然後他在這裡面就舉了這個 A Chuck Rose A Chuck Rose 就是做那種非常仔細的 我們古代有那個叫工筆畫 那麼這個 Chuck Rose 這個人 這個是在那個Google上面對他的介紹 他是當代的畫家和攝影師 那麼他早期的作品都是這個什麼 非常大的他的家人跟朋友的人像的照片 那他為什麼要做這些人像 就是或者繪畫或者攝影呢 因為他患了一種疾病叫做面容思認證 面容思認證就是他看你 然後他下次再看到你 他已經不認得你了 他沒有辦法辨識這個面容 那他為了要克服 這個人也是很奇怪 他為了要克服這個 他就一直畫 然後藉由畫 而且他做非常仔細的 我給你看 那個左邊這個事實上是他畫的 他把他的朋友 就是他的一點點那個他都把他畫出來 那麼右邊是把那個他的眼球放大 你看他連那個眼球那個每一條細紋 他都把他畫出來 這個是Chucker Clothes 那麼他就是什麼 就我認不出我的朋友 所以我就拼命去畫他們 把他們這個一筆一畫都畫出來 讓我那個印象非常深刻 那他做這麼仔細的 如果他去畫什麼擁擠的捷運戰 對不對 他不是把他畫死 畫幾年 那個每一個他所看到的人 那個上面的每一條皺紋都要畫出來 是要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是要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這個Chucker Clothes 就是他在做繪畫的時候 的當場很專注的一個樣子 那麼他得了那個面容這個私認證 那後來他又得了什麼脊髓動脈崩潰 那麼攤販了 所以他就坐在輪椅上 但是他就是一樣的就是一直在進行這個工作 就是你人生當中你的一個不足 你乾脆就用什麼 就想辦法去補這個不足 而變成了反而是你的專長 或者變成了是你之所以為世人所知的的 那一個那個部分 這個是Chucker Clothes 那麼他現在在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句話裡面 他說你帶著一個什麼 一個相機對不對 帶著一個相機或者帶著一個手機 那麼你事實上拍一張照片就可以什麼 就可以抵得上一個畫家 他說譬如說就像Chucker Clothes這樣的一個畫家 那麼這個畫了半天 或不止半天 畫了半年或者更久的那樣的一幅畫 這個是攝影的優勢 繪畫沒有攝影的這個優勢 我們剛剛說繪畫有別的優勢 可是攝影可以這麼容易 那麼所以現代的世代 我意思說 剛剛我們說電影電視什麼 可是一個東西就是什麼 每個人都有的 你都有手機 你隨時都可以拍照 而且那些拍照裡面可以什麼 表現你的想法 當你覺得這個東西很有代表性 這就是我生活的世界 我要讓大家看到這個世界 假如你生活的世界就是捷運站 或者我不知道 那麼所以你特別把它拍下來 或者怎麼樣 那麼他所表現出來的東西 當然就這個遠遠的比繪畫要來的那個 那在這個情況下誰畫畫 如果畫畫就是要跟攝影做的是差不多的事情的話 那大概就像Chucker Clothes這樣的人 但是他是因為他自己本身的問題 對不對 OK 這個是他所舉的的這個第一個例子 那麼第二個例子則是關於這個小提琴跟吉他 對不對 我們在 通常在一個大的管弦樂團的場合 你沒有看到吉他在表演 你看到的其實都是什麼 都是小提琴 中提琴 大提琴 低音大提琴等等 他們的這個使用 很少看到吉他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要比這個誰比較古老 其實吉他是一個更古老的樂器 其實吉他是一個更古老的樂器 那你說所以為什麼古典音樂不使用吉他呢 顯然的是因為吉他有他的限制 而這個小提琴他沒有那樣的一個限制 譬如說吉他所發出來的 譬如說那樣的音量實際上是有限的 所以吉他比較適合是什麼 就是一個彈的人 然後另外一個欣賞的人對不對 或者是另外一個是唱歌的人 他在一個比較小的規模裡面 這個吉他的演奏可以做得到 可是小提琴就什麼 適合大場合 對不對 像一個管弦樂團 如果叫一個吉他站在那裡 跟著這個管弦樂團 沒有人聽到吉他的聲音 就會變成像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所以你可以理解到 這些不同的這個工具 那麼他們有各種他們所屬的一個 一個這個優點跟缺點 那麼他在這裡面就提到 a violin can do things a guitar cannot 對不對 小提琴可以做到吉他所不能夠的 他說for example slide through tones generate an entire palette of sound 那麼他說這個小提琴用滑的 用弓去滑那個弦對不對 所以他產生的是一個像 調色盤的那樣的一個轉折的 那個顏色逐漸的改變的那樣的一種音色 但是吉他有他的優點 他下面就反過來說 a guitar can make melody which it will take years of scratching on the violin to do 就是吉他可以用播的對不對 用播的 小提琴當然也可以播 可是就沒有辦法播到像吉他那麼的順 even for fine student 他說即便是一個最好的小提琴的這個學生 那麼他當然也可以播作 可是他的那個播作比起吉他來就是比較笨拙 就是比較笨拙 所以你可以理解到在這裡面 不同的樂器都有他的什麼 他的好表現的地方跟不好表現的地方 如果樂器都有你當然可以理解到一種藝術的類型 一種藝術的形式 當然也都會有他好表現的地方跟他不好表現的地方 那麼這個事實上是什麼 是一個值得探究的一個課題 那麼下面他另外就舉了一個例子就是什麼 就是在當代我們說電視電影 可是電視跟電影還是不一樣對不對 所以他在這裡面就比較了電視跟電影 他說television can exfoliate story in the manner of the Dickensian novel 這個狄根斯的小說 of the 19th century in a way film cannot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it is episodic 因為電影通常要在兩小時 三小時對不對 即便你像那個賽德克 巴萊那樣子 也不能夠太長 所以他的那個整個的這個整個的那個鋪陳 電影的鋪陳的這個方式就會在短的時間 可是電視你比如說肥皂劇對不對 我可以演一個月甚至一年對不對 然後讓整個什麼 整個故事一直去發展下去 所以他可以那樣的去說故事 去把一個故事層層的剝開 他這裡就用這個字眼對不對 他說television can exfoliate story 把那個故事一層一層的剝開 就像什麼 福爾摩斯 福爾摩斯現在也拍成電視 那所以那個故事就可以什麼 像那樣子的一個去進展的方式 那電影不太適合那樣 那電影適合什麼 短時間的高潮對不對 所以我說電視跟電影就好像什麼 一個是馬拉松 一個是短跑 這是不太一樣的 那麼所以你可以了解到這些不同的媒體 他們都有他們這個不同的一個表現的方式 都有他們表現的方式 那他舉了這三個例子 OK 這個下面那麼他提到 另外的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 在這個藝術的創作上面 藝術的創作是建立在對媒介的把握上 一個人對不對 對某種媒介能夠把握得非常好 你總不能夠說我明明很會畫畫 可是呢 既然老師這樣說 既然我們這個時代主要是媒體 那我還是去當導演吧 你當導演如果是個爛導演 那也沒什麼用 你應該什麼 去找那種你所能夠擅長的這個媒介 這個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對不對 一個藝術家他的天分 他的才情 他在這方面的技巧 這些你不能夠否認一定有什麼 一定有那個天生的那個部分對不對 那麼如果說你所擅長的那種媒介 剛好就是什麼 恰好是這個社會現在最夯的 最好能夠表現這個時代的東西 那你發了嘛 對不對 你一定會成為這個什麼 這個時代重要的人物 這個登上什麼times或者什麼這個情況 對不對 比如說現在是 假設現在電影很夯對不對 那麼在這個情況下 你剛好什麼就很擅長電影像李安那樣 對不對 所以你就發了 你就發了 那麼可是如果你擅長的東西就不是這個 那當然你就只好當金之古人 就是做你自己有興趣的東西 這個當然是不可諱言的一件事情 因為藝術他所面對的是物質的世界 是一個感官的東西 那麼這個物質的東西 你如何能夠把它操縱得很好 這個跟技巧是有關的 所以藝術是技術 也一個原因也在這裡 就是一個人他對於什麼 顏料能夠掌握得很好 對不對 所以他能夠什麼 很適當的把那個光影的表現出來 那他當然就適合當畫家 那你什麼就是笨手笨腳 對不對 你明明是想要把它塗成比較深的顏色 結果又怎麼塗淡了或者塗不好了 你就知道你這方面你是不在行的 對不對 或者你想要當音樂家 結果你什麼手很笨拙對不對 彈個鋼琴 對不對 那個一方面手掌太小 另一方面你那個按鍵按得不夠有力 這個手掌無力 那麼在這個情況下 你可能就要思考思考 你適合當一個鋼琴家嗎 以及等等諸如此類的 那麼這些都跟什麼 跟你的這個技巧有關 因為你面對物質的東西 那麼是否擅長處理這些物質 這個事實上是會因人而異的 那同樣的你的敏感度 對不對 有些人他的聽覺是比較有敏感度的 所以他聽音樂很容易感動 而視覺敏感度可能不那麼多 那麼有些人可能反過來 對不對 視覺的敏感度是比較多的 那聽覺的敏感度是比較少的 或者等等諸如此類的 那麼這些大概都有這些不同的差異在 那麼藝術的創作事實上 建立在對這些媒材的一種把握上面 那麼另外一方面就是藝術的欣賞 也建立在對於這些媒材的這個嫌熟上面 那麼因而他們事實上都跟什麼 對於這些使用的媒介的一個 這個把握是有關係的 那麼在八十八頁這裡 他提到了這個Tekohen 在八十八頁的倒數第六行 他提到說Tekohen's work on virtuosity takes off from these remarks 就是他提到這個藝術家 他說他的這個作品就有關於這個 那個什麼就是那個論這個virtuosity virtuosity就是內行專業 就是真的在這方面是高人 在某一個領域裡面的他的那個看法 他說 So it is about the ability to make something look easy which within its medium of art, sport, whatever it is in fact very difficult and about the implication for appreciation 那麼他提到什麼 就是所謂的內行人所謂的專家 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把很難的東西 把那個it is in fact very difficult 的東西變得非常簡單 就是在他 在他那裡看起來就很容易 對不對 你看那個會彈鋼琴的人 他很會彈對不對 隨便 甚至有時候還可以什麼 做很奇怪的動作也可以彈對不對 彈鋼琴這麼容易 我也來彈彈看 對不對 那你彈就什麼 就不流暢或者怎麼樣 對不對 你就沒有辦法彈得像那樣 他可以把很難的東西變得很容易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叫內行人 他對這個媒財的把握是好的 那麼同樣的有關於欣賞的一個情況也是如此 就是他很容易的就看出 這個這裡有些什麼樣的問題 而在另一方面 他哪些方面他的表現是好的 那麼這些事實上都在什麼 跟媒介有關 所以一個要作為一個好的美學家 在把握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事實上也要對這些媒產能夠很好的把握 因而這都還是跟什麼 跟所謂的medium是關聯在一起的 是關聯在一起的 這個是他在這個88頁到89頁的這一段 那麼他所提到的 那麼這些都跟媒介有關 他說18世紀完全都忽略這些東西 他們不重視這些個別的媒介 可是我們在這個19世紀看到 這個媒介現在變成了一個最主要的一個觀點 在做這個藝術的討論的時候 好吧 我們今天就先談到這個地方 我們就先談到這個參考後 請到這個議題 我們請慢一點 把握一下 做這個瓶了 然後我請到這個位置 請到這個位置 請到這個位置 關聯網